這次日內瓦車展的攤位上展出了一台Fermuda 1 因為它今年要開始參戰Fermuda 1 你可以看到那個樣子 帥啊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車的造型 這種賽車的造型看起來也很像這種飛行器 有點不太真實的感覺 那除了Fermuda 1以外呢 它還有一台就是會讓人家覺得亮眼的車型 它是一台概念車 IMX的 Cool Road Concept 那IMX的 Cool Road Concept 可以說是一台電動的Close Over 你可以從這次的車展發現很多車廠 包括保時捷 都在推CUV的車型 那Nissan這台概念車呢 一樣是採用這樣的設計 但是原廠並沒有公佈它的動力表現 只是說它這台車的電池設計呢 也有創新 而且它是採用整個平整底盤的設計 然後呢 它有這個Pro Pilot Autonomous的這個系統 就是它已經可以具備自動駕駛的功能 那比較特別的是 你上之前還有強調一個叫做Brain to Vehicle 就是它針對駕駛者或是車內成員的腦波反應呢 把這些數據整合 會運用在這個車輛的行駛上 所以它可以帶給你一種舒適 而且還有一種 你可以在裡面休憩 甚至是辦公的這些功能 那這台車呢 在未來如果能夠量產的話 它的功能性算是強大 因為等於它會整合所有你上的現有科技 然後再搭配電動的動力 自動駕駛的科技 而且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視窗看到它的儀表 等於是環倉式的 那它可以有很先進的車聯網的功能 那等於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人跟車的互動 那除了我們看到的這一台概念車 IMX Kuro的Concept以外呢 這一台Mikra 它就是等於是新的March 就是在歐洲已經販售的March 那只是台灣呢 已經好像是沒有打算要引進 所以還是用現金的車款去做修改 但是Mikra 也就是日規的March 那這些車不是這一次才販售啦 這一次的車展其實主要除了 Formula E 再來就是 IMX Kuro Concept 好 先順便在離開前帶大家來晃一下 Nissan的攤位 那有一些車型呢 當然也都借 畢竟要改款的時間了 包括它的Fairlady 370E 還有包括它的GTR 那也等於期待接下來的車展 能夠看到 Nissan更亮眼的新作品 就是它製造成啦 incredibly容易適合的 很笨蛋 喔 這個時候很多車展開